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课堂 那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权限课程的这一块的一个学习 在上一节当中我们讲到了基本权限的设置 基本权限呢我们当时讲到的是这几种权限 一种是读写还有什么执行 那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读写执行对于什么文件和文件加来讲意味着什么 我们现在说文件吧如果说一个用户 等一下我先再说一个前提 就是不要在root面前讨论权限好吧 这没有太大的意义是不是 因为root有权利能听懂吗 有权利的人有两种人有权利 一种是root一种是文件的什么 我们叫owner owner文件的所有者他们都有power 他们能够去设置权限没有吗 这个权限的单词呢可以是pervillages 也可以是permission 其实都在这儿了都差不多 好OK 那再说一遍 如果一个普通用户 比如说Alice 他对一个文件有权限意味着什么 对一个文件有读权限意味着什么 他能够去看里面的内容 对吧 比如说cat 比方说vi打开是吧 那他如果说对这个文件还有一个再有一个写权限呢 那么他可以对文件的内容做出修改是吧 那如果他能够还有一个执行权限呢 当然执行一般情况 我建议大家一般要么是读和写 要么是读和什么执行 读的话还是基本上给人家吧 你既然都让人家写或者让人家去干嘛 让人家去这个执行 你还是应该怎么做 应该给人家一个读权限 是不是这样子 好 那如果执行权限的话 意味着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文件当成一个命令来执行 你就当成是一个命令或者一个脚本 是不是来执行 换句话说 我们要想执行的时候需要加什么 我们想要去执行一个文件的时候 是需要加执行权限的 能力懂吗 各位 好 那这里问一下 如果说对一个文件家有读权限 能看到里面的文件名 是吧 如果对一个文件家还有写权 还有那个执行权限呢 能够进入到目录 比方说CD到目录里面去 对不对 如果还有一个写权限 那是不是就能够 在这个文件家下面创建文件 甚至也能够干嘛 删除这个文件家下面的文件 能力懂吗 各位 好 那再问一下 对于这个文件家来讲 读和执行权限是不是 这是是比较基本的 你让一个用户对一个文件家有读和执行权限 基本上就是让别人能够看里面有什么内容 以及呢 能够进入目录吧 所以对于文件家来讲 大家不要特别吝啬这个读和执行 一般只要想让别人看和记录是吧 你至少应该给别人一个什么读和执行 能力懂吗 各位 对于文件来讲的话呢 一般最多就是一个读 让别人可以看嘛 写的话是不是也还小心给啊 因为写的话一旦给的话 别人是不是可以 不是删啊 是可以什么 改内容 同样执行也是相对来说什么 相当谨慎的 因为对一个文件来讲的话 执行权限 就可以执行这个程序 也可能这个程序里面是一些危险的代码 是吧 能力懂吗 所以我再次强调一遍 我先说一个基本的啊 文件最基本的可以是读 是不是就行了 文件加最基本的是什么 读和执行 这个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懂吗 能不能明白 好 那这三种权限 读写执行权限 我们称之为基本权限 是不是 我们对哪个对象设置呀 来分派或者说使用文件的这个用户 可以归于三类是吧 一类是user 或者叫owner 一类是group 一类是什么 other 其他人 那么每一个对象 他们都可以 或者说他们都有机会获得读写执行 读写执行 读写执行吧 能看明白吗 各位 好 其实我们所谓的设置权限 无非就是干嘛 就干两件事 一 改文件的什么 所有者和文件的所属的那个组 没有吗 这个文件的属组啊 其实不是说属于谁 是应该说说他授权哪个组访问 好吧 这个更具体一点 一个是改权限 各位 改文件的所有者和改权限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我们这个图片是不是能告诉你 改文件的所有者是 把这个钥匙 这个房子转 那个过户给什么 别人 是不是 那么这个设置权限 比如777呢 是相当于大门敞开 谁都可以访问 是不是意思 但这个房子的所有者呢 是不会过户的 是不会移交的 是不是 这能听懂吗 好 其实所谓的设置权限 就两种方式 我们针对的是UGO 两种 哪两种方式呢 一种是 当然我们除了改文件的所有者以外啊 就是符号 或者叫字符 一种叫什么 数字 那么符号呢 就是U加什么 G加什么 O等于什么 这种方式吧 或者是就是A加什么 其实这个A 可以 可以连写都不写 是不是就可以啊 好 这种符号呢 也是很棒的 比如说我现在需要给所有人增加执行权限 是不是就加X就可以了 那么样吗 好 数字权限呢 如果我们要重新把这个地方产平 重新来规划 比如说 所有者是读写执行 组呢 是读 其他人是读 那么这个数字应该是多少 读写执行的话是不是4216 不是 sorry对不起 7 然后呢 这个读的话是4 是不是744 但实际上我告诉过你们 权限应该是 什么 权限应该是几种 4个 那就是 0777 不是0744 0744 看哪去了 这是 明白意思吗 好 那当时我们也明确的讲到了文件上面读写执行对它的影响 有读的话可以看内容是吧 有写的话可以干嘛 改内容 有执行可以当命运执行 那文件家呢 有读的话呢 有读和执行呢 有读和执行的话可以干嘛 可以记录目录 并且列入里面的文件是吧 有写呢 可以对目录里面内容进行删除 或者是在里面创建 跟文件全也没关 是不是 因为我们一直让大家想到的就是 什么是目录 目录就是你书前面的那几页 也叫所以 是吧 它记录的是后面的文件的名字和位置 所谓的删除文件是指什么 删除目录当中的那个条目 是不是这意思 所以它实际上操作的是什么 是 它实际上操作的是目录的内容 对不对 好吧 这个例子应该没问题吧 好 没问题啊 这是我们对 昨天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复习 而且呢 我们当时还说了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有三级 有一级目录 就这个意思吗 我们马上来可以演示一遍看一下啊 我 我登录这个服务器 我再 再登一个窗口 看啊 MKDR跟下的 比方说这个叫 DI1 下面呢有DI2 下面还有一个 那个的 那个得Touch命令券啊 DI2下的什么 File 1 各位看到这个结构了吗 吹看一下是不是更迷远 DI1 看一下这个结构 是不是很清楚 很清楚啊 现在呢 我有一个用户 Alice 他只对这一级目录 有什么 你看 我们假如这级目录很旁 很那个凶狠啊 直接就干个七七 好 大家仔细看好了啊 现在LL-D 看一下什么 DI1 确实呢 谁都有写权限 意味着谁都可以在这个目录 里面干嘛 创建或者是删除文件 能明白吗 然后紧接着呢 LL-D DI1下的什么 DI2 这个时候我问一下 我准备使用哪个用户来操作啊 我准备使用Alice来做操作 问一个问题 Alice对该目录 或者该文件有什么权限 我昨天教你们技巧还记得吗 一 Alice是所有者吗 不是 因为这儿人家说 我才有所有者 Alice属于这个组吗 属不属于可以验证一下 属于那个入的组吗 不属于 那么Alice是不是就是其他人呢 那么其他人只有一个读和执行 也就是只有能够进去 能够看到里面的内容 对不对 是没有删除里面文件的权限的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Alice对这一期目录 是不是有写权限 好 为了能够更好的演示呢 我们在第一集目录下 也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叫 File1的文件吧 好吧 因为第一集吧 因为第一集吧 感觉 好 我们重新把这个目录结构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吧 Di1 各位看到了吗 现在Alice对哪个 对Di1应该不只是Alice 所有人对Di1有什么权限 有我们关注的是 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写 写权限 那么它是不是可以在Di1里面干嘛 创建文件或者删除文件 好 验证一下 进到Di1下面 是吧 然后创建一个Alice.tsc 可以 是不是 然后呢 删除Alice.tsc 可以 删除File1 可以 对吧 这是不是可以啊 但是他要想删 Di2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你看 我在删Di2的时候 按理讲 我Di2是不是属于Di1 我对Di1是不是已经拿到了写权限 按理讲可以删除 对 没错 如果Di2是一个什么目录 是个空目录 来 再给你们看一下 在Di1下面呢 再建一个Di2这个目录好吧 这是个空目录对不对 Di2在哪 Di2是不是在Di2 是不是在Di1下面 它和Di2的区别在于 它是一个什么 空目录 它 它是有文件的 来 我们删除这个Di2 是不是删掉了 不是说目录删不掉 删掉了 因为下面没有东西的 但删除Di2删不掉 原因是你要想删除Di2 你得递规的把它下面的所有文件 什么事先删除 没有吗 而我们的Alice对Di2 这个目录又没有写权限 换句话说 就删不掉File1 明白意思吗 能听懂吗 各位 所以最后呢 我们删不掉File2 那怎么做才达到这个效果呢 我们给 比如说77 Di1下的Di2 是吧 现在来看一下 那么现在等于是 我们想删除的是Di2 那肯定要先删File1吧 而我们的 要想删File1 需要谁 对谁有写权限 Di2 那要想删Di2呢 需要对谁有写权限 Di1 好 这都有 所以结果就是干掉了 是不是 明白了吗 所以这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你只有对上一级目录 有写权限 你才能够删除下一级 还得看下一级那个目录里面 还有没有文件 没有吗 如果有文件的话 你还需要对下一级的目录 有写权限才可以 这很现实的问题 是不是 好 这个是很现实的 做好 好 这是我们对昨天的 优秀权限 好 我们昨天使的是 优秀权限 然后来实现对 基本权限的一个部署 一个设置 是不是 其实是为了 你看着这些团队 是 什么呀 那你 是 什么呀 都